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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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因为大部分的病毒都是BA4跟BA5 对 那其实很多人我们在之前都已经打过第一剂跟第二剂了 打了第一剂跟第二剂之后 现在就是应该要打二架加强症是吗 对 其实最主要有两个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五岁以上 然后你打完了疫苗 第一原价的疫苗两个月以后你就可以打了 OK 那其实有些老年人 他们那时候其实打了一个booster shot对不对 那这个打了booster还要再打二架加强症吗 对 需要 因为我们以前打那个booster 现在已经没有不可以再打了 现在这个二架就是针对最新的病毒 所以我们都赋予所有的群众 若是他是五岁以上或者打了已经两个月就可以再来打 OK 那我要去哪里打 你看我直接到基督教矫生中心就可以打了吗 当然可以 其实我们从去年的七月份八月份开始在我们的El Monte的诊所 已经从礼拜二到礼拜五九点到十二点你都可以来打 我们其实有七种的疫苗 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疫苗都有 原价的都有 OK 所以其实像您的基督教矫生医疗中心里面 尤其是在El Monte的那个矫生中心里面 你有不管是Pfizer的也有 Moderna的也有 Johnson Johnson的也有 Johnson Johnson已经没有了 Johnson Johnson已经没有了 可是可以选择 二加加强症可以选择 Either要打Moderna或是要打Pfizer 对对对 对不对 Right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像您看到啊 通常来打加强剂的这些人啊 他们身体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就我们每次要打 打完就是要在您那里先休息15分钟到30分钟 他们都休息15分钟 我们观察了 没事 他就可以走 其实呢那个副作用呢也不是太强 我自己两个礼拜以前打过了 就是手打在那个地方有一些痛或者有一些肿 不像第一次那么厉害 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哇都肿了 对 最近这一次真的一点也没有 然后呢有一些人有轻微的发烧或者肌肉有一些痛 酸痛 对有一些会呃会呃会呃会吐 OK 其实那个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可是打总比不打好 对对对对 其实一个最重要的是不是打完了一定没有 我我常常告诉我的病人说不是 不过他一定会减少那个严重的呃 严重性 对对对对 病发症对对对对 所以李泰讲的重点呢就是他并不代表你不会 会catch新冠很会儿 Modern例 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天气呀多变化天气出大太阳一下又下雨的 天气多变化的时候 流感就非常容易发生 流感跟这个二加加强针 可以同时打吗 可以 可以同一天 其实我们现在在El Monte的诊所 我们也预备了流感针 若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们要来打的时候 你可以要求也打感冒针 可以跟您要求的 对 我直接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 礼拜二到礼拜五 礼拜一没有 礼拜一没有 最好大家休息一下下 星期二到星期五早上 九点到中午十二点 都可以进入到 基督教教生医疗中心的 这个El Monte的诊所 所以不管是打二加加强针 或是打流感疫苗 都是同样重要的 如果今天有任何问题 不管是对于二加加强针 甚至对于流感疫苗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到基督教教生中心的 El Monte医疗中心 找一找李太太 她会用最专业的角度来告诉你 到底二加加强针打的好处在哪里 跟流感的疫苗一起打的话 对您的身体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